台南市長六千塊三月三十 率領市府以及主管 培東經驗會的主委 實體會扣岸邊港 正出將岸邊港納入自由經濟事業局 如果市長這次岸邊港 咕比加工商業的優勢 便接的聯和交通 附地衝突 投行優點 加上台南升級抵達市 經濟發展的規模是五度第二 如果市長保育中央 自由經濟事業局整個月 不該省缺台南 應該要進促將岸邊港加進 讓台南安平港的幹部 跟經濟貿易加速發展 那高雄港是自由貿易港區 那安平港應該也是才對 那不了解為什麼台南沒有 那如果現在包括台北、新北、桃園、台中 還有高雄都已經是自由經濟示範區 那已經成為直轄市的台南 也應該要把它納入自由經濟示範區才對 台南商業需要自由經濟示範區 以提升競爭力 安平港納入高雄港 真作自由經濟示範區 不但可以發揮安平港的英文優勢 也可以幫助高雄港 強化專家的競爭力 但丸之地的新加坡 它是港戶也有兩個 一個是新加坡港 一個就是育口港 那這兩個也剛好就是 一個是負責貨櫃運輸 一個是散裝貨 所以跟我們安平跟高雄 其實它的一個相似度是蠻高的 所以我們很期待安平跟高雄 作為一個港群 然後呢 作為一個自由經濟示範區 能夠創造南台灣的一個新奇蹟 那安平港是高雄的一個輔助港 便直接受到高雄港務公司的一個管轄 那安平港呢 如果扮演高雄港的一個輔助的角色 它是將可以呢 提高我們整個高雄的一個 一個分工跟一個互補的效益 現在在3月27號 我們金建會公布了 這一個自由經濟示範區的 所有相關的一些重點 因為在這一本裡面 更看不到一些配套的措施 也看不到整個特別條例的一個架構 那剛剛管主委有說 基本上現在目前為止 是把範圍先縮小 然後依照現在自由貿易港區的 有的條例 然後先來做運行的動作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麼安平港 升格為自由貿易港區 申請為自由貿易港區 這個就非做不可 那以台灣我們不管現在是五海一空 整個自由經濟示範區的這個規劃 如果以安平跟高雄來講 事實上是可以作為高雄一個相當好的一個輔助跟腹地 那不管是貨櫃跟散裝的這個分工 或者是農業清工業跟重工業的分工 或者是其他的其他產業的分工 我覺得其實有相當的一個優勢的條件 我們不希望我們將來這個安平港的自由 無論他叫自由經濟示範區或者叫自由貿易港區 都只是有一個名稱 都只是掛一個牌 那恐怕連釜山都還不如 所以我們現在想要特別感謝警戒會願意來關心我們 那也希望這個關心是能夠落實的 經憑會關主委委員 今天聽過沒有聽到 一部將會現出現安平港 真正自由貿易港區 這一部跟高雄部研究科研的方案 加速推動安平港真正自由經濟示範區 為了要平行南北發展 經憑會會加速南部經濟發展 對出案保持六關基性的態度 安平港可不可以變成自由經濟示範區的一部分 我想这个关键是它第一个先要变成是自贸港区 那我觉得这上面 因为这个自贸港区的主管部会是交通部 我们当然没法替交通部来宣布 但是我可以在这边跟大家报告 第一个我回去会立刻联络业部长 我会请我们办公室看确认说 自贸港区到底需要什么条件 那也麻烦这边港务界确认 这个上面我们来合作 一起来加速这个事情的进行 换句话说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做 那本来就是属于安平港自己要开始做的事情 如果这个中间因为交通部的任何重大公共建设中间 有需要到金建会配合的地方 那我们这边一定会加速推动它 就说这个事情以现有的来看 没有办法立刻一步到尾 但我们尽快来推好不好 换句话说主委是支持乐观其成 乐观其成 我们给主委的关系 乐视长的事 乐视长跟高农部长夜光时飞便的时候 已经向部长提出像安平港 纳入自由经济市民区的训法 并且同民立到部长的赞同和支持 可笑的是 目前官部公司 已经提出四分纳入自由某某工区的计划 欠缺经济的整个月 乐视长当中提出港部公司要迅速议定方案 结局协助安平港 真正自由经济市民区 还是要限制区外的这一个14.5公顷的这块地 也没有去问你们的长官说可不可以 其实昨天 业部长来参加这个李局长 李隆文局长的功绩 我一路陪他从 这个后币到这里 我在车上我就跟 业部长请教 他完全赞成 台南应该变为自由贸易港 是你们一直都没有去弄而已 我今天坦白讲 这个港被忽略了 台南被束缚了 所以我这里是 拜托了 以市长的身份 也以市民的身份 拜托董事长 赶快提出申请 你们部长是支持的 他认为 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 台湾在极力的推 台南已经成为直辖市 台南应该 也要是一个自由经济示范区 这一点是跟 尹主委的看法是一样